一開閘的時候,前面快點,中間京城珍寶 在外面海南花梨,最出還有事事如意 在裡面藍雪山也跟前一點,內蘭橙衫還有喜連方芬 在中檔位置再創新高,黃衫大約第七、八位 還有這隻超開心 在外面有芙蓉之威,連理之星,內蘭運財複星中間好腳頭 尾三位置威牆,尾指珍珠黃,暫時包尾 黃眼罩一隻白玉海泉都在騎著 接近香港太后院灣,前面試試如意貼藍,海南花梨開始拍上來 再見到第三位中檔有藍雪山,內蘭第四,喜連方芬 在外面位置藍衫經成珍寶,一路四五搭走 外面粉紅衫服用之威 在跟著中檔,黃衫超開心,後面還有橙色眼罩再創新高 內蘭那邊,先有運財複星,踏出去外面追 有連理之星,威牆和淺藍衫,珍珠黃在中間等位 入徵最後直路,前面透出,踏出來的 時事如意就鬥海南花梨,跟著中檔位置追上來 有藍雪山,在裡面還有喜連方芬 外面追感多少,還有超開心的馬 最後百多米,時事如意有多少,一路片出來,但都佔先 見到中間上來的馬,就有海南花梨,和這隻是超開心 再在裡面塞上來的馬,就是運財複星,接近中檔,大外難來贏 就是這個時事如意,第二名要拍照 超開心,運財複星,和連理之星 這場賽事,走到都好像亂了龍 這隻時事如意,開頭就貼爛 繼而走出中檔,轉彎,一路外閃,大外難贏 第二名,連理之星,超開心,拍照,賣變運財複星 真是無奇不有,以為他就好像閃去靠外難的位置 但怎知居然都可以靠外難贏出今早的賽事 跑第二名,是不是連理之星就會比較高一點點呢? 當然亦都需要拍照 因為其實那隻試試如意的時間,都有影響到有些馬,譬如海南花梨這些就已經是 這場賽事如意的獨贏,十六倍,一踏四的連贏,四十七倍 運財複星是應該跑第四回來的 國能,要搬回 不多,那陣速能力 看起來我不知道為什麼何宅堯去到那裡要選 進去,逆跡鏡可能清楚一點 你見到今場都是全部外面蓋都好的,連理之星都在外面蓋上來拿到第二 連理之星他都最得到 解釋的,地不是那麼好 那時候而已,有變的,我們都見不少 會隨著的年紀都會變,任何東西都沒有絕對 因為那些馬都隨著年齡生長會學多了東西,所以會變是完全不奇 你可能十年前你吃三碗飯,現在吃不到三碗 吃不到,兩碗都好問 第五場賽事也是杯菜,鋪位試碟 第五場賽事也是杯菜 年輕的馬,越跑越進步 一、二、三、四都是 年輕的馬 舊的馬真的要很大很大進步 舊的馬,近一點那隻豈不是連方分嗎? 都是近的回來 如果看完這場馬,有些東西我們看不到 今天有了場地,有那麼好師傅 衝落都有限公視 可能短時間裏面要多撕一顆星才行 最近都撕了一顆星,有些馬都撕了一顆星 沒辦法的,馬就是馬 他有時候有些東西的健康啊 戰鬥能力是一路退 你真的撕不可以的 你往績怎樣好都沒有用 數字是,鋪位置都撕了好幾顆 跑馬一定有的 好有趣啊,這碟 好精緻啊 這個圖位置碟 都連續三場賽事啦 有馬筆都是能夠打開這個勝利之門 其實第五場賽事都複榜完筆的了 但日本就要一個順事有緣 當然啦,大家都期待著好事必得 究竟那一win何時來呢? 但後中心,貴來都依然是 順事有緣又是搖本輝的 不是中山莊 等一下看看馬防媽寶究竟 就是一個勝利之門的情況 是呀,勝利水會情況 角能獻花給寶長嘉賓 幸運的戰衣 不錯 那來風大俠照 好,回到這場了 盡量的影片 排在外圜啊 十三圳,事事如意 走就走 海南花里也走 有場地有幫助也走 跑對了 中游位置 這些能力就有限 藍雪山 留意一下 你們可以平一下 是不是有個BOKS 手道很好位 包括裡面的喜連方分 也是好BOKS 薑口仍未完全解決 背拖尾 你先搶一下 經成真寶 剛才也很接近 然後見到偉達 在開邊 這些是最安全的 你想選擇哪條洩都可以 一路跑 海南花里 經成真寶 前空都是汗 是珍珠王 留心看看 應該是否跟芙蓉 芙蓉的智威 這裡有沒有位 有 很開心 先拿了一條跑 跟著跟著 前面有馬山 轉過來 拉回來 他拉回來這邊 衝了幾下 然後 還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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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用 最後那一刻應該不需要 回來那裡進 那個位置進 有些就有不完 福榜完畢 派出錯實